看到黃台樣的帥哥 這個就是要問問人 在德國有沒有聽眾 德國現在輕展的發營 德國也有彌頓道9號 為甚麼會 這個不是彌頓道9號 這個代表他生了很多頭髮 他肯定就是用了這個G洗法路 你不要這樣說 待會被人通緝 待會 那關什麼 他是使用者 他不可以買 買G洗法路都不行 那是使用者 不要說金獸 即是鑽著額球寫著通緝 就不賣東西給他 現在不是外國之助 你看到黃台樣的樣子很精神 為何你說彌頓道9號 你滋養他令他生了很多頭髮 別人的頭髮有什麼問題 很厚的頭髮 證明他很年輕 你看他笑得這麼開心 因為我的人比較老套 我想他的髮型應該要左右平衡 那這個是可能是德國人 人家有些 可能轉回我們了 不是特意看他的樣子 讓大家開心一下 看到不同的人的笑面 希望在黑夜之中 仍然微笑 我不敢說 現在真的是黑夜 我們正在做節目直播 九點半 不是黑夜 希望在黑夜中 仍然展開微笑 不是這麼說 你怎麼說 你有想說什麼 這個港獨勢力 你淪落到德國 就是紫岳的頭髮 所以沒有下場 應該這麼說 OK OK 明白 這個彌頓道9號 就是抵抗他的 不要緊 這些外表的事情 純粹我見到阿昌 把這樣的照片給我的時候 我就覺得 人很精神 但不代表我們認同 或者支持他的說話 我現在引述他 我現在把他的訊息 告訴大家 有這樣的說法 當然